苗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休在期的闹剧,看起来,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。 胡人叫卖了一整个夏天的微笑,可能要因为两个手轮选秀犬,不得不舍在自己手里了。 想想也是,詹姆斯不愿提前续约,胡人不愿不出未来,谁愿意提胡人接手微笑呢? 将就着过日子吧,还能离婚,还是咋的? 这句话,成为了胡人现状,最真实的描述。 据胡人跟队记者Zone Buhay报道,秋队目前还在努力寻求交易补强,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,胡人,将很可能会以14人大名单的情况,进入新赛季。 跟队记者,当然是高刑商的说法。 毕竟,低刑商的说法可能是,就凭胡人都得那三瓜两嫂,根本不可能完成什么大交易了,大家洗洗睡吧,下赛季,胡人的阵容,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。 但高刑商的说法,听起来,就约耳朵了。 胡人更加倾向于,在大名单中,留下一个空位,以备未来,从发展联盟千人,保持交易的灵活性。 在训练营,和季后赛中,脱颖而出的优秀球员,将会成为了胡人的最佳选择。 胡人想要什么类型的球员呢? 记者详细描述了这类球员的特征,他们正在寻找,能够投射三分,且拥有良好防守表现的侧翼或后卫,简称,3D球员。 在当前的联盟中,3D球员,是最吃香的功能型球员,他们可以完美适配征冠阵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